欢迎来到小小吹烟 大家可能经常在美食节目中听到 一杯面粉四分之三杯水二分之一茶匙盐和一汤匙蚝油之类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些一杯一勺的容器到底是多少量 今天我就从三个方面向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些器具的用法 之后我还会分享更多的厨房小技巧 点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啦 这是我平时在使用的一套两杯两勺 最常用的就是这样的四加四组合 也有更细分的五加五或六加六组合 但对我们平时家庭使用来说四加四已经完全足够啦 先来看一下两勺 一般勺子饼上都会标注它的容量大小 这四个分别是一汤匙一茶匙二分之一茶匙和四分之一茶匙 它们的容量分别是15毫升5毫升2.5毫升和1.25毫升 两勺的这一套一般是用来装调料的 除了一汤匙用来装液体调料 另外三个茶匙是用来装粉装调料的 再来看一下凉杯 这四个凉杯分别是一杯四分之三杯二分之一杯和四分之一杯 它们的容量分别是250毫升 187.5毫升 125毫升和62.5毫升 凉杯的这一套一般是做面食的时候使用 如果你平时主要炒菜很少做面食的话 那么也可以不用买凉杯 只要买两勺就可以啦 在凉杯凉勺这一套里面我平时最常使用的就是凉杯中的一杯 还有凉勺中的一汤匙和一茶匙 做两到三十份的菜 可能会用一汤匙的橄榄油 如果是一个凉拌菜可能会用一汤匙的酱油 粉状调料最常见的就是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胡椒 然后就是凉杯啦 比较常见的就是一杯面粉 注意在使用所有这些凉杯凉手的时候都要跟气局的边沿起平 如果咬出来的面粉是精进的一杯 那么就要把多余的部分刮掉 做面食对于量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 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最后就是很多小伙伴经常问我的 一杯面粉是多少克 一杯杯水是一样多吗 大家在我前面的介绍中可能也会发现 所有的一杯一汤匙一茶匙都是体积单位 而不是重量单位 也就是说一杯面粉和一杯水虽然都是250毫升 但是重量不同 这是由它们的密度决定的 水的密度是1 面粉的密度是0.52 相差大约一倍 所以如果要重量上一致的话 一杯面粉对应的同重量的水大约是二分之一倍 如果今天关于凉杯凉手的小知识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就帮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